小姨子对着姐夫搔手弄姿 下一秒就提出了个过分的要求 奈何美女步步紧逼 小伙也只能乖乖就情 但这一切都是自己妻子设下的圈套 妻子看准时机立马从墙后站了出来 在小姨子的污蔑之下 小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这时候小伙才明白自己落入妻子的圈套 妻子想一次逼迫小伙签下离婚协议书 净身出骨 面对着妻子的栽赃陷害 小伙无助地蹲在墙角 就在妻子和小姨子洋洋得意之时 爷爷走了进来 妻子和小姨子立马颠倒黑白 万万想不到 爷爷无条件相信小伙的人品 这一定是你俩搞的鬼吧 小伙接下来还有必要和这样的妻子继续下去吗 点击左下角 直接看后续 注意看 这个老人快死了 在场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就在众人都手忙脚乱之时 小伙子站了出来 于是小伙来到老爷子身旁 伸出双臂运弓 接着就把老爷子周身的黑气吸入自己体内 下一秒 小伙子就头晕目眩 坚持不住了 另一边老爷子咳嗽了几下后 也慢慢清醒过来 小伙子见老爷子清醒过来 还是提醒老爷子身上还有不少毛病 原来老爷子早些年因为家族商业纠纷经历过不少危险场景 身上落下了不少影迹 但老爷子还是非常乐观 接着就要把自己的孙女许佩给刚刚被妻子抛弃的小伙 这下好看了 大家一起点点赞吧 点击左下角 直接看后续 妻子为了和丈夫离婚 竟让小姨子陷害自己丈夫 想以此诬蔑小伙背叛自己 逼迫小伙签下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 面对着来自最亲近人的栽赃陷害 小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没想到第二天 妻子就把富二代带回了家 看着自己的妻子对着富二代搔手弄姿 小伙立马签字离婚 从今往后 我和林家后果 然而刚下楼 妻子就继续嘲笑起小伙 我老公的奔驰 你这一辈子都坐不上奔驰了 没想到下一秒 对面豪车走下来一位美女 直接把小伙接走 秦浩 出镜报完了没有啊 赶紧上车 看到这里 大家一起点点赞吧 点击下方链接 看完整版短剧 点击下方链接